11月26日的收市廣播 今天恒生指數反覆是靠穩 大部分時間都相對不容易給我悶悶 臨美股時升幅是擴大一點點 收市了單計升了149點 報26819點 但成交方面借了1130億 上升的股份有98隻 下跌股份也有800多隻 因為今晚美股來說 也是感恩節價的優勢關係 所以船日行指都很膽爭持 沒有什麼方向 個別的股份做得比較理想 例如3690 今天升了4% 升了5% 報308元 騰訊也升了2% 報586元 另外內銀股普遍向好 支撐了大市 1398升了差不多2% 939也升了1.3% 另外油價近來升了 三桶油也是做好的 中海油升了0.8% 386元 中石化更加升了5% 157元 這方面是升了1.1% 除此之外 昨天急插的藥股 個別也有點反彈 譬如約名巨錄升了4% 啟明醫療升了4.5% 9969 樂勝建華來說也是升了7% 資源股那方面 今天也繼續做好 看到近來的資源股真的相當強勢 剛堂升了5% 紫金礦業也升了4.8% 1208的五礦資源更加升了6.4% 看到資源股近來這兩個星期都繼續有追貨 其他本地股方面就有略為回吐 但回吐的幅度也不是十分之多 看到恆生指數 雖然昨天嘗試試一試27000點 但是未能一口氣穿破 其實都正常的 通常在大的心理關口來說 通常試一試或者殺完牛仔之後 很可能有時候才是略為回吐 盤整之後 再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衝上去 但是目前的勢頭來講仍然都不差 對了 短線 相信就要看回 因為明天期節結算 再加上今晚美股也是 假期的關係 所以來講可能 是要去到下個禮拜這個大市 才會比較明朗一點的方向 對了 今天收市溫色暫時就這麼多了